大家好,前两天马前卒直播的时候,有观众问马前卒怎么评价我 其实每次马前卒直播都有很多人问 我知道他迟早会回答的,所以说我其实也在看直播 并且我正好看到了他们的回应 当然马前卒本人其实没回应,主要是沐浩谷 很多人问那种米哈游银银银,大家怎么看 他对东方有一个大概快一个小时的分上下的视频 我之前曾经想自己做一次直播来谈一下这个事,我今天就顺便再说一说 就首先他对东方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认为东方讲这些东西是自己不相信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我觉得首先是这位年轻人可能确实是 在见证时期偏短了,他们就是他们以最近这么五六年的经验 认为我们的社会一直是这样的,对就特别有一种后线感来 就是而不是我们像我们这80后,这种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 我们经历了基本整个改革开放时代,就是东方说的很多东西 也许在我们以五六年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什么太理想了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以20年或者说甚至我们30年的角度来看 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 那就像我们说的,你在1995年96年的时候能想到98年在东北发生这些事吗 对,或者说你在2004年的时候能想到房价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候有这么变化吗 对,所以说我认为首先这是一个就是对现实的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看法之间的差异 对,所以说那其他的就是在基于这个评价再往就是说再去说他说的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起码就是这东西实在是让我们让我们这些80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 对,我说一下,见证这个词呢,我反而是采与见证十几年之后才听说的 我一直认为网上的谈谈这些话题,社会话题一直是线下谈的一个补充 就是我也是从线下活动一步步走过来的,网络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只是最近才变成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在我看来,你现在基于我最近几年这种纯网络去言论去评价的本身就挺奇怪 所以虽然我也没看完,我现在看不完任何别人的一小时以上或者是半小时以上的视频 除非你给我个文字课 那么马前卒其实没有怎么评价,主要是木浩谷评价的 他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他说我的问题在于我认为马前卒说的话是他自己不相信的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当然我的表述其实也有一定问题 那就是马前卒表达的观点当然是他本人非常相信的 但是呢,并不是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他本人真正的观点 就比如说马前卒最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马前卒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 后面看到他的文章你就懂了 另外呢,木浩谷说,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 比如说当前的现状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那么就没救了或者改不了怎么样 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因为把时间拉长到三四十年 那么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前三十年到了后四十年 这个转变的幅度就相当于我们目前的制度 假设转变成欧美的西式选举民主制度 或者转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 这种转变幅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你说四十年后会怎么怎么样 那某种程度上你真的可以随便谈 因为确实可以发生无比巨大的变化 那么关于马前卒具体观点 我之后会重置我的马前卒人物制 因为当时做的比较早 做的很简陋 但是我再强调一下 其中的内容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需要改的 只是需要补充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马前卒早年主要活动场所 那就是西西河来看一些他的观点 可以看到他注册时间是2004年 第一篇帖子也是在2004年发的 主要谈论的问题有政治生活军事各种社会矛盾之类的 其实就是我们经典的南大学生喜欢吹水讨论的东西 那么他的最后一篇帖子发表在2016年 其实这时候他已经主要在知乎活动了 所以说他这些文章也是从他自己的知乎上转的 那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西西河 但是可能是因为知乎他觉得更好用吧 我们先来看一些小帖子 有一篇文章说 现在并不是言论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的时候 就是当时很多人说 比如说党政分离 军队不能由党来管 而应该由国家来管 然后包括放开言论自由什么 然后这篇帖子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发展时期 不应该搞这一套吗 然后马前卒就反驳 所以西一和就该隔三差五的被屏蔽吗 免得对政府的赞美言论拍到了马脚上吗 他说这个苏联的倒台并不是因为言论自由 恰恰相反 而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苏联在灭亡的时候 大多数普通的苏联人是支持保留苏联的 但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说我们甚至没有资格通过投票来表达对苏联的支持 导致他死的时候 甚至我们没有支持的权利了 还有一个别人的帖子 大概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治安虽然有问题 但是比美国好得多 但是马前卒反驳说 我没有看到你的论证 伟大光荣正确是共产党自己说的 我们无非是用这个标准 用宪法和党章去衡量这个政权罢了 然后宣布不合格 就是说我们在用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不合格 所以说如果你不认可这个标准的话 那恰恰你才是最反对共产党的 又要占着道德制高点 又不允许别人使用 这就是藐视普通人的智商 也是马前卒自己说的 然后众所周知 马前卒自始至终一直在宣传民主 这里他骂了一些反驳他的人 就是有些垃圾认为民主就是美国是民主 我说中国人要民主 然后你们马上就要说这是美式民主 就是说那些认为中国人不能民主的人 既污蔑了中国人又污蔑了民主 你们就是垃圾 你们才是被美国人洗脑了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 那就是美国式的 就是马前卒一直都是在主张 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民主 另外他很反对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支持国家资本主义 支持贵族专政 是极右派 只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而已 并不是共产主义 我个人认为 说乌有之乡是极右派 可能有点夸张 有些人称呼他们为老左派 在我自己的沈左兔分类里 把乌有之乡定为 保左 就是保皇左派 但是总之乌有之乡绝对不是左派 然后是一篇马前卒写的 讨论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于2015年 当时大概是我们知道 中央要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 然后闹出来了很多事情 马前卒说 如何说服香港人支持中央这次关于选举问题的决定呢 非常难 因为中国用80年的时间教育香港人 反对金钱选举 推翻资本家专政 培养了一大批黄秋生这样的毛左 结果现在北京要求香港接受1200个委员决定候选人 只有60名是劳工代表 其他的都是这些资本家上层和僧侣 也就是香港的这种各个界别的选举制度 选举出来的都是所谓的精英 这里他贴了北京中央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 马前卒说 自1925年以来 共产党就不断的在向香港人民灌输反资本主义思想 现在香港人接受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思想 所以说他们反对的不是统一 他们只是实践过去几十年的中央政策而已 变得并不是香港人民 而是中央 黄秋生并不是港独 而是真正的左派 反而是以前香港的反贼 变成了中央政策的爱国者 这里举了很多都是大资本家的例子 也就是说 现在中央的制度是利于大资本家的 一个伪民主制度 也要保至少保证平民民意上的人格 香港目前的问题在富人寡头 而现在中央却要制造一套 有利于这些寡头的制度 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制度 但是不可能你在设计的时候 就公然说不平等就在就是合理 说富人就应该更平等 包括他说台湾太阳花学运 民进党的祖师爷许信良 其实是忠诚的我党干部 那么这里马前卒的观点非常明确 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是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制度 是要支持人民民主的 所以说他在当前是支持香港人 争取民主选举的权利 反对中央剥夺这种民主制度的 换句话说 他认为香港和台湾的反贼 才是更接近真正的共产党思想的 然后是马前卒在2012年 写的一篇长篇评价薄熙来 他认为薄熙来显然是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 他认为当时薄熙来在重庆的发展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 就是行政手段消灭农民 收缴农民土地 然后盖楼发展房地产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全国就是这么搞的 只不过薄熙来搞得更好 至于打黑则是因为重庆更有钱 所以有钱打黑而已 也就是说 他认为全国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只是薄熙来在重庆搞得更好而已 他认为薄熙来不会搞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前卒认为 就目前而言 世界上唯一能勉强保持工业社会稳定 解释统治集团合法性的制度 就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制度 当然他在这里长篇批判了这种制度 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跟资产阶级和谐相处的 所以说这套民主是假民主 但是是唯一像样的工业社会模式 假的总比没有好 中苏过去那套的确走不通 即使是中国和苏联也要套上一个 人大和苏维埃这个壳子 假装承认一人一票的普选制 人大和苏维埃就像小学班干部一样 假装宣称班干部是选举 但是事实上是教师指定 带来的反感要大于直接指定 他认为比民主更稳定的那就是宗教神话 比如说朝鲜就靠宣传领导人的神圣性 那么红二代其实也是这种路线 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是搞不通这一套的 所以说他认为普通中国人潜意识里 存在对自由主义的认同 是要超过大不多数国家的 网上觉得有了国家主义 就不要民主的小资实际上是绝对少数 在经济减速的时候年轻人一定会对非选举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那么经济减速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 虽然他这个文章是2012年写的 所以说他认为不管怎么样 国家资本主义的主流地位目前是不会改的 具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薄熙来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唱不唱孔歌而已 所以说他论证了半天 欧美模式是假的 但是没有更好的模式 未来怎么办呢 说实话不知道 共产主义并没有准备好接管这个时代 旧制度不知所措 新制度不知在何方 所以说他最后总结 薄熙来虽然下台了 但是中国会延续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 因为这是中国的社会现状 如果总危机出现 薄的暂时失势 完全可能变成恰到好处的退让 他可能会扮演更有趣的角色 这里我可能 这里我擅自揣测一下 他的意思可能是比如说将来危机恶化 发生了革命之类的 那么不管是新上台的集团 还是说旧集团 可能就要把薄熙来从监狱里面请出来 然后来宣传说 哎呀他当年就是反对这一套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也见的多了 那么总之我们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就是说马前卒显然是不太认同国家资本主义的 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 但是有民主总比没有民主好 但是具体怎么样他也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也是马前卒的核心观点之一 就是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 就是说寻求答案要向前看 而不要翻历史书从过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而且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他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说他现在在税前消息里面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 他这不是一个事实判断 而是在搞宣传 就是他在向他的观众宣传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 这个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马前卒 指的是人民 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上层机关 这一篇他说的更尖锐 他的标题就已经非常尖锐了 就是我的祖国 谁的祖国 就是元旦那几天有人在为中国喝彩 结果一堆人叫好 所以说我马前卒这里要出来反驳反驳 当时有一批人说不要再讲罢工的事情了 罢工这个事是有境外势力 他们并不真心的关注中国劳工 只是来捣乱 然后马前卒在这里反驳了很多 就是反驳这一套狗屁逻辑 他说虽然毛主席说过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但是不能断章取义的用 但是和敌人占对立面的前提是阵营分明 是你要拿自己的同胞当亲人 而不是打日本的时候 要别人拿统治者当同胞 等到分配经济利益的时候 就视本国人民为敌人 如果敌人指东 你就必须往西 那就是有病 马前卒甚至说 如果我开场子有人罢工 那我就要给国外组织钱 然后让国外组织来支持我的工人罢工 那样我就可以宣称说 工人是被坏人利用了 我就可以反对这种罢工 不是吧 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搞笑的 这个主意 那么这个逻辑 其实马前卒也说的很明确 那就是罢工本身这个事是对的 那么即使真的有境外势力支持 也不改变罢工这件事的正确性 那么实际上 马前卒在之前睡前消息里面 有个教师跳楼 很多人去献花 当时也有很多人说是被境外势力利用了 马前卒这个逻辑 十几年来也没有变过 就是说事情本身的正确性 跟有没有境外势力支持 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真的有境外势力支持 那又怎样呢 这里马前卒说的更直白了 之所以最近讨论的这么热闹 是因为你们这些 中修帝国的拥护者 最近有两件事大有面子 一个是四代鸡 一个是朗朗揍了一曲我的祖国 你看这里又提到刘亦菲了 属于马前卒本人认证了 证明这绝对是马前卒本人的文章 而且是几十年刘亦菲的老粉 所以马前卒这里说 如果当年的志愿军 现在来到我们论坛上 他们会站到哪边呢 你敢把你们这些 所谓爱国者的言论 发给这些志愿军前辈看吗 这里他引用他反对的这些 我们用现在的语言 可以称作粉红 就是说粉红说 帝国派和祖国派在争些什么呢 根本没有冲突 所谓的贫富不均 阶层固化之类的 都是很正常的嘛 马前卒就是在讽刺这种 这种贫富分化正常的观点 就是说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当年的志愿军 他们是否想要的中国就是帝国主义的中国 是否就是那个阶层固化合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中国 你们的观点就是邓小平的那句话 不争论 我知道不少志愿军 其实本来就是国军 他们没少听蒋介石喊过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 我的祖国那一套 但是共产党一接手了这些国军 鼓吹阶级斗争 这些国军就马上变成了所向披尼的战士 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讲民族主义 更讲帝国荣耀吗 而是因为你拿他们当同胞 他们才会把你当同胞 这里他又引用一段 就是说有人说当前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支持党的领导 马前卒说 你要旗帜鲜明的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很好 你敢上街去讲一套这样的道理吗 共产党允许吗 为什么你需要在一个被屏蔽的网站上 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方言论 堂堂正正的发在国内合法报刊上 我双倍报销版面费 钱我都准备好了 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来领这个版面费 那些认定中国要搞帝国主义的兄弟们 你敢不敢把你的言论发出来 那么为什么国家不允许宣传这些理论呢 因为这个政权还披着共产主义的皮 装着社会主义的像 所以不能赤裸裸的谈阶层固化 谈帝国主义 这个像是装给谁看的 是装给普通人看的 所以说真正的统治集团知道 如果把你们那套支持宪政前的理论 讲给老百姓听 是要出大乱子的 他这里又说没错 美国英国也是假装民主 实际上是精英政治 资本独裁 人民只不过是一个合法性工具 这就是西方政治的实际情况 但是中国为什么要去跟美国比烂呢 就是说如果你还想用社会主义宪法 和共产党的名字来获取政治正确性 你都这么想了 还凭啥说你跟13亿老百姓是同一个祖国 凭啥说你的民族主义是给所有人的福祉呢 不管你咋说我马前卒拿大帽子压人 我就要说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我之所以批判这个社会批判这个日趋封闭的执政集团 之所以还在帝国主义蒸蒸日上的时候说怪话 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 我爱这个想法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看不得这个国家走向帝国主义 我是因为看得上这个国家 才觉得中国不应该走帝国主义的老路了 你们那些吹捧帝国主义的人 反而才看不起这个国家 这里他又批判了一次一战时期社民党在内部问题的时候讲阶级问题 结果对外的时候又开始鼓吹对外战争 鼓吹帝国主义了 列宁如果当初也跟着社民党图热闹 1917年他还有资格说革命吗 最后马前卒把他的观点总结成了五条 说的也非常清楚了 我也不读了 这里他又提了一嘴 为什么说前30年讲阶级斗争 结果为啥过得不如后30年 那么这里他贴了各年的劳动人口数量 总结起来就是说 后30年的高速增长都是因为吃了人口红利 同时通过计划生育 还预知了下一代人的人口红利 两代人口红利堆到一块 造成了经济增长 而并不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 那么这里马前卒最后结尾的一句话是 祝社会主义祖国繁荣长盛 祝中国秉公义行政道 成为真正人类社会的骄傲与榜样 那么这一句话 我们一看就非常有马前卒睡前消息的味道 所以我们更能理解了 他为什么说要祝社会主义祖国繁荣长盛 很多人一看 就说这不是说明马前卒也是忠臣吗 那恰恰相反 他这里的含义就是说 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值得我拥护的 而目前并不满足这一条件 含有2009年马前卒凭新疆事件的长文 城市平民骚动不可怕 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 这里指的是2009年的七五事件 因为骚动导致维吾尔族针对汉族等非穆斯林的 无差别暴力袭击 然后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那么马前卒就说 这次只有数千人在施暴 其实并不多 但是造成了伤亡 却会有这么多 这是为什么呢 这肯定是有专业人员介入了 那么有可能来自于境外的训练营 这次自治区警方误判的形势 低估了对手 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实践 这次敌人目标是扩大世代 如果只是几十个人上街 不会出这么恶劣的结果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外围的城市平民基础 也就是说 千万人口的维吾尔族人 经济地位很差 收入低 这些人得不到平等 那么就有可能会去参与极端组织 所以说只有融入主流社会 才能做到民族融合 所以说要从长远视角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一篇文章也是十分具有马前卒特色 那就是万物的解药就是现代化 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 就是因为维族人不够现代化 那么为什么这篇文章引起这么大争议呢 就是首先他说 这些维吾尔人其实是有境外势力的支持 那首先是得罪了少数民族 然后呢 他又说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 那这下又得罪了一些右派 而且呢 马前卒一直主张去宗教化 以及甚至说强制教育那一套 就是说强制要你现代化嘛 那么这一套其实又会得罪那些比较喜欢说 自由人权的那些人 所以说有人评价马前卒就是现代化魔证了 就包括他现在 就包括他前几天提巴里冲突的时候也是 问题在于双方都是太右派了 都不够现代化 那么这就是马前卒解决问题的最核心的思路 至于是否对是否错 我就评价不了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 就是他这次拿境外势力来说的事 因为这次有没有境外势力参与其实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这也是这篇文章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马前卒对于境外势力的态度 其实就是一个利用的工具 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真正实际上有没有境外势力的参与 比如说之前聊到了罢工事件 比如说他在睡前消息离到过什么有教师跳楼之后 有人献花的事件 就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对的 所以说我不管有没有境外势力参与 反正这个事是对的 而这个新疆事件 因为他本人是反对宗教 反对保守文化 反对非现代化 前现代化的一个倾向 所以说他拿这个境外势力来说事 另外呢 马前卒这两天这两期节目 怎么还能搜到我的视频 其实我都懒得看 他强行引出了一个话题 然后指出统一教境外势力 在境内宣传性保守文化 就是说他这时候 为什么又拿境外势力说事 就是说国内的粉红群体 一般都认为宣传自由平等 民主人权的那些是境外势力 而这些概念是马前卒所支持的 所以说马前卒说那些不是境外势力 而这回是有人在宣传性保守文化 宗教文化 这些东西是马前卒所反对的 所以说他说你们这些保守主义者的文化 才是真正的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在他这里只是一个工具 根本最核心的还是他支持 左派的新兴的现代化的工业化的 去宗教化的文化而反对右翼的传统的 宗教化的保守化的民族主义的这些观念 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最著名的大长篇 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剧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旨在标题就很明确了 他就是在批判近年来左派的民族主义化 批判乌有之乡和张鸿良这些 披着左皮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他2011年的文章 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从这个工业化 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起 然后反复说工业时代虽然会出现新问题 导致一些人啊 回忆起农村生活的田园风光的生活 但是工业的问题要用工业的角度去解决 而不是靠着传统封建的那些专制和复古来解决 然后他用了一半的篇幅 从世界历史讲到中国历史 可以说把全人类历史都让他讲完了 批判文革中的高干子弟保守派组织 其实并没有消失 而是还在政府机关中 明明是复古 偏说是禁锢 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 偏说是毛泽东思想 搞封建世袭 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 文化大革命中的保守派 就是这些红色贵族们 搞了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 到了92年以后 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 堂堂正正的成为一个 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 打天下做天下 还要给儿女传天下 不过这时候 在国际上 国际局势出现恶化 美国步步紧逼 轰炸了大使馆 那么在内外交困之下 底层民众回想起了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 小资产阶级怀念上了历史上的汉唐雄风 所以导致了民族主义和范左翼成为共同体 联合起来去反对当时的自由主义 以及这些境外势力也好 当时的政府受到了 比来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抨击 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 兼顾了列宁和比斯麦的角色 既是无产阶级的领袖 也是小资们眼中的铁血元首 那时见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 从左翼到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 所有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 没有支持政府的 但是之后中国吸收了一波红利 美国人从工业转向金融 然后把工业全都转移到了中国 这就是美国人的短视 西方拼命的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 不要都不行 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 所以说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 引头越来越大 之后美国正要下定决心来遏制中国的时候 又发生了911事件 迫使了美国把重心转向反恐战争 又给了中国人几十年的发展时间 这就是他为中国经济奇迹总结的原因 反正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是政府的功劳 所以说他认为在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情况下 在这场比赖游戏中 胜利者居然是掌控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 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 有一部分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 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 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 这个时期是官僚集团重建力量的时期 所以说官僚要收编这个范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 所以说官僚集团要去夸大西方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敌人 来收编范左翼 很多官僚中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 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 其实只是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 在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 在实践中却又实行斯大林的铁血风格 他说八十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喜欢谈自由民主 而城市普通居民只是抱怨腐败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年轻人说 只会说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 帝国主义虽然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 但是并不会只是处心积虑要跟你作对 目前西方帝国主义没有什么阻挡中国 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范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目标 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 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 但是事实正好相反 接下来马前卒就是批判左派的仪式化和民族主义化 以及去理论化 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 毛从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 所以任何深入探讨都有可能把运动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 所以说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 只上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 那么最后就导致左翼变成体制化 这完全是三个变化的目的以及原因 也就是批判左派变成了为统治集团吹嘘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批判乌有之乡 他们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 用肉麻来形容已经不够了 最近重庆公布的红歌名单中 第一首竟然是走向复兴 没有国际歌 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 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第三部分他则是着重批判了乌有之乡 以及批判张红良 他把张红良的观点总结成 中国很危险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那么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肯定就变成重庆的博书记了 这就是张红良的答案 张红良还喜欢谈文革 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 总之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 由张红良这样的人当骑手 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 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 主动的为毛泽东文革 要打倒那个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而鼓吹 这种怪异的现象 如果搁到十年之前 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 也想象不出来 最近这几年 中国范左翼的转变 明显的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 打着社会主义的标签 抹杀阶级斗争唱和谐送歌 这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忽患 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 当年文革时 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 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 再一次被贴上了 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 这就是狗血局 在CCTV的古装纪里面 奴司奴隶和主子同呼吸 共命运 在现代纪里面 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 在CCTV的史诗剧里面 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 意义昂扬的演讲 然后革命就胜利了 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 但是这个合法性里面 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在今天的中国 老百姓已经开始习惯说 自由主义的名词 这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一种威胁 而我却觉得是社会进步的机遇 面对这种机遇 左翼主流 不是积极应对 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 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 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作 奔走鼓吹 这就是自绝于人民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 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 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 但是谈共产主义 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 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 很多人看共产主义是个笑话 我不怕被人笑 但是我们搞共产主义 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 还笑我们是个傻逼 这是我个人划定了一条底线 这是马天卒最为洋洋洒洒 完整的表达了他的观点的大片 整篇内容 从古至今 从中到外 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他的文章论述 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完整了 以至于完全不需要我来进行 点评或者补充了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这篇文章 本期视频 所有马天卒的文章都出自西西河网站 每个人都可以公开搜集到 其实我也在想 我把马天卒的这些文章放出来 会不会对他本人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这些文章 现在依然在网站上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搜索到 而且也有很多人进行解读和宣传 我想应该不差我一个 如果有问题的话 马天卒本人应该也会找我 那我就删掉好了 但是呢 马天卒一直以来都非常提倡 做核定本的行为 自己也给自己经常做核定本 而这些文章全都是马天卒本人写出来的 之前不断的有很多人质疑 我对马天卒做出了判断 认为我是在给马天卒扣帽子等等 但是我一直做视频以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说明帽子不是别人扣的 而是自己戴上的 我们要扣对帽子 不要扣错帽子 包括我的人物质系列 讲每个人 我都以赞扬为主 我都着重介绍 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而不是别人认为他是什么 当然前提是这个人说的话 没有自相矛盾 所以说看了马天卒写的这些文章 你再回头去看我的马天卒人物质的话 请你指出来我到底有哪一点判断的不正确 而且马天卒写的文章如此多 根本不需要我来进行分析 我来给马天卒的身份下一个定义 看了以上这些文章 我相信每一位观众 都能在心里知道 马天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拥有什么样的观点了 而且都能察觉出来 他从2004年到今天 2023年主要核心的观点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那么之后我也会重置我的马天卒人物质 好的 谢谢大家